今天開始跳舞嘛 然後呢 像那種一般的鋼圈 不是我一往上動 它就往上拉 然後你往下的時候 然後最後又跑一半 對 現在又掉下來 然後我就去買這種運動內衣 可是呢 這就像英文說的 它很緊 然後呢 我大概穿了兩次之後 我就覺得算了 因為我光整個穿進去脫下來 我已經全身大喊 就是你穿完你已經運動完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 像上次我跟Dini有介紹過一款 完全全新的一個概念 就是可以幫你 平常的時候穿 平常也可以穿啊 還可以交錯就是你的胸型 而且呢 在 運動內衣交錯胸型 就是讓你的整個胸型 不是像這種很扁有沒有 壓胸 對 壓胸 這個你一穿你有沒有覺得 你像那個健眉那樣 對 它這邊有一個這種 藍衣形的一個 珍珠螺紋的這個設計 然後包括它這邊側邊的部分 你看看有沒有 它做得很細耶 對 它前面都是 對啊 它做得很細耶 所以你看 它這裡有一個 就是提拖帶 把這邊等於是這樣子提拖過來 然後呢 它這樣做一個W型的 有沒有 對 固形效果是來自於這個原因 對 等於是你旁邊這邊 好像有往中間集中 有沒有 往中間集中 然後下擺的部分做比較加快 而且全部一體成型 然後再加上呢 它這地方全部都是有彈性的 四面的彈性 所以你穿起來非常舒服 可是妳在我看一下 來來來來 她有 她有 她有讓媽媽們多方便 我去美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就說穿這個 我不穿內衣的 就那一天我們要游泳 我沒有戴衣服 我就直接穿這個啊 沒有人知道 我媽媽這樣運動內衣 因為我們一定要在很多地方 像有取線 對 超有生活情緒 對 最主要 它是以下 這個我們的下胸圍在做選擇 那它這個下胸圍的部分 妳光看這個彈性 因為它那麼大 彈性很好 彈性非常好 所以妳就不會覺得緊繃 對 這件很厲害的行為 我們剛剛講說 它完全一體成型 對 它都是這個有彈性的 可是唯一有一塊 沒有彈性的地方 在這地方 我叫它黃金三角洲 這個三角形的地方 為什麼要可以用 真的耶 沒有彈性耶 妳沒講才沒有發現耶 對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就是等於就是 這邊沒有彈性 所以妳兩邊的胸部 不會往外開 所以它就永遠都這樣集中在這裡 等於好像中間這樣 綁起來的感覺 所以妳會發現妳穿了之後 胸型是很集中 好 所以 這等於就是我們給很多的 媽媽一些新的概念 就是妳平常如果說 都在家裡面 是全職媽媽 然後去買菜啊 對 說像買菜這種都可以穿嗎 都可以穿嗎 可以啊 可以 像我昨天去騎單車 我騎腳踏車騎到陽明山嘛 在下山去跟朋友在大直吃飯 我就是穿著這一件 都不用換 妳不用擔心說穿那種 而且那種那衣很扁 也不會 它非常透氣 所以很快它就乾了 然後露出一點點 前面啊 後面都很好看 然後我覺得 其實像很多媽媽有沒有 例如說 像媽媽妳在家裡 我自己其實在家 真的很熱不開冷氣的時候 我就只穿這一件 那如果真的要出門的時候 妳就跳個背心 妳就算這裡露出來 是不是都很好看 很好看 妳想看看如果露出來是內衣 有多恐怖 價錢很好 是喔 價錢很好 算是很合理的價錢 我覺得妳買一件 妳要買一件內衣跟這個 我覺得妳可以買兩件 而且妳看喔 像這個背 肩胛裹的地方設計很重要 對 如果你設計不好的話 常常會卡住 那卡住妳覺得伸展不了 對 有時候不是妳這個動作做得好不好 有時候是妳選擇 沒錯 我最怕的時候就是因為 我為了要穿補乳衣 但是我沒有辦法集中 沒有辦法 我吃整個肉都跑到後面去 等一下這樣拉下來 就可以直接補乳 可以啊 其實彈性還不好 因為它彈性喔 就算有沒有 前面這地方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很方便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就是 不論任何服裙其實都可以穿 要實用 而且又要美觀 要堅持這種 有這種小性感的 對 凸顯身材的感覺 這等於一件比兩件 不僅運動可以穿 妳平常也可以穿 還有讓妳這個胸型 集中的效果 妳現在眼睛很亮